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力力不要说我 但我提供的评论 所以请关注药细群体 姚大秋 一手凉凉送给自己 既然心情很差,就吃点东西 带纸依然很重 蒜蓉 会好一点 好像这个圆背 完全没有鲜鲜味 这个也可以 但我现在不帮忙做的 不是时候 没有那种很肥的 好像之前吃的那种 那种软糯的裙边一齐都没有 只有圆背的感身位 都可以 两款海鲜 我自己一样 全世界跟我说现在生蚝味是时候 这种看起来还好 看位是小 跟生蠔比,这个很好吃 跟生蠔比,因为生蠔真的不够 我嫌这次吃到的海鲜 基本上都是偏小 背壳类海鲜 大一点,平身一点 味道会再足一点 但是不要紧 作为一家烧烤档 除了有鲜鲜 还有其他 例如这一块豆腊 我认同这个 我认同这个 第一家好的烤烤档 在我看来 一是火候,二是调味 这块牛腊的火候 我觉得它是油的 表面已经稍微硬了 但它仍然是嫩的 而且它能保持到牛腊的软组织 拉扯了 很好吃 而且你始终吃到多少 内脏的味道 这种味道 这种味道 我喜欢 广式烧排骨 可能很大原因是 因为它给了很重的蜜糖 令我想起之前 我们有一次吃得很惊心动拍的 天台烤烤 和那一档的烤烤的做法 是不出一切的 是很重的蜜糖 是很香甜的 非常过瘾 有点叉烤 这个我喜欢的东西 而且它是 混成了所谓的 广式烤烤的做法 就是说 不会找太多的味道 而且吃得更濕 肉不是完全干 吃烤烤 还有韭菜 茄子 金针菇 各种肉串 招牌 每一样都要试一件 没吃得饱 但这项饭我最大感觉就是 这项饭是肉食 尤其是牛腊 这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款 它是控制得有自己的节奏 但是那种海鲜 我不知道是否现在 还未算是海鲜最漂亮的时候 变得不够肥 影响了它的味道 好像硬是差点差点 所以这家店 我会觉得是 吃肉兽的地方 因为有很多肉 它真的很惹味 这个是很棒的 野食 它存在的原因 会和周边的地域环境 是有很获大的影响 其实这家店 根据 出品会不会很好吃 好像放光 不至于 但它有什么牛腊 那些港式排骨 挺有意思 挺有食头 海鲜就差点了 我始终觉得 可能是气候时间的问题 但是它真正吸引的是什么 有些人 刺激大的学生 这附近就有一家大学 大学的学生 是一个有空调的烧烤档 从这个角度来出发 我明白这家店 为什么一开始 会有很多人说它多好 但是我在微博上问回大家 大家都觉得 不太好知道 因为可能刺激大学生 会对他熟一点 所以环境对食物的影响 这是我这餐饭的感言 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吃货 也知道一些很棒的铺铛 很希望和欢迎你去到我们 品诚记的微信公众号上 留言给我们 我们的车点餐饭 好吗?有机会的说话 还有我们的服务赞助是MFL 希望各位感知爸爸 多关注品诚记 这节目 姚泰秋 有吃光 全世界的人 回港秋